我们去年去日本玩 想说日本会常去 干脆一次就换多一点 结果呢 日元一直扁 他就一直碎念 早知道不买这么多了 我听了耳朵快长简了 问题是接下来 可能会念得更厉害 日本政府即将在7月 发行新版钞票 到时候 他手上握有的日币现金 可能很快就要变成这一钞了 大家好 我是本期费 欢迎收看饭姐的特地看世界 日本财务省跟央行宣布 将从7月3号起 发行新版的钞票 包括15000跟10000日元钞票 都将换成新钞 日本上次发行新钞 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这次面额没有改变 但是设计跟过去 有许多的不同 比如10000日元钞票上的 肖像将从现行的福泽育 即改成创立日本第一家银行 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色泽荣衣 背面的图样则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 东京车站 5000日元上则是日本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女留学生 后来创立了金田淑大学的金田梅子 1000日元钞票则改为发明破伤风治疗方法 被称为近代日本医学之父的北里财三郎的肖像 钞票上放个人头很多国都会做 但有很多国会放别的 像是瑞士钞票上的地球就强调瑞士也是世界上的一员 挪威的新版钞票有渔船灯塔海洋生物 还有很多国家会用该国的动植物 比如纽西兰就有企鹅跟原生鸟类 台币的纸钞也有地质跟梅花鹿啊 我是觉得啦 这年头放人头在钞票上面有点风险 谁都不知道会不会将来被挖出什么黑资料 伟人当场又变贱人 但这个梅花鹿要从班笔转成什么怪兽很难吧 但日本央行表示会把人物肖像印刷在钞票上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防止伪造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透过人脸长相 来辨识每个人 因此如果钞票上的肖像有一点点违和感 皱眼很容易就能够察觉到 第二希望让大家对钞票有更亲切的感觉 所以通常会用著名的政治人物 或是各界知名人士来当作钞票的图像 根据日本的银行法规定 要选谁来当钞票肖像人物 是由财务省 日本央行 还有国立印刷局 三方进行协议之后 最终由财务大臣做出决定 日本财务省表示 这一次发行新版钞票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近20年来 民间的印刷技术有大幅的进步 因此有必要加强钞票的防伪功能 例如新版钞票采用了全新科技 是全世界第一个运用全项摄影技术印刷的纸钞 钞票上的肖像是3D图像 只要稍微转动角度 人头看起来就好像会转向一样 此外纸钞边缘加入有凹凸的斜线 让市场人士更容易触摸辨别 钞票的命额数字也放大 方便外国人或是长辈辨识 新版钞票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正式投入印刷 预计到明年3月底为止 将合计发行74亿8千万张的新版钞票 发行新钞的另一个效果是促进经济 很多店家自动贩卖机 ATM还有售票机等等 为了因应新钞的发行都得要换新机 根据专家估算 这将带动1.63兆日元 相当于台币3300亿左右经济效果 但相对的对相关业者来说 却造成不小的负担 财务省调查 新钞发行日当天全国预估将有9成以上的ATM 完成更换机台 电车售票机以及超商的收银机等等 更换率也将达到8到9成左右 不过另一方面民生相关产业的售票机 更换速度就比较慢 大约只有5成左右 而非常受到外国人欢迎的饮料贩售机 全国超过200万台 更换的速度更慢 预估新钞上路的时候经济种的比例 恐怕只有2到3成而已 日本专门制造售票机的业者就说 一台售票机的价格 从14到40万台币不等 大约从今年3月左右 开始涌现换机潮 订单不断的增加 交货时间越拉越长 平常预订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就能够出货 但现在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 有些机种甚至要等上半年 台湾人到日本旅游必吃了拉面 很多也是必须先在门口的现金售票机买票 再进到店里面入座 有拉面店就说来不及换新机台 只能透过人工换钞的方式 为客人提供旧钞来暂时应应 但有些店家受到影响很大 齐富县一家大众食堂 因为18年前买的餐券售票机已经停产 要买新型机台的话 需要花上100万日元 决定关门歇业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也推出了相关的补助 像是东京都阁市区 就针对拉面、荞麦面店的业者 提供了半价的机台补助费用 最高可以拿到30万日元的补助金 有店家干脆就直接把售票机改为无现金支付 因为无现金支付的机器比售票机便宜 而且不收现金就不用花人力结算 打烊之后作业时间瞬间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一个月下来可以减少大约3-4万台币左右的人士成本 除了对店家造成负担 对日本一般民众来说 发行新钞对日本人的特殊习惯也会产生影响 那就是所谓的衣轨存款 许多日本人为了避免被政府掌握财产资料 规避财产申报或是遗产继承税等 会习惯在家中储存现金 有些人会把大笔的现金藏在衣柜里面 所以就被称作衣柜存款 这样的金额总共有多少虽然无法精确的掌握 但根据估算 日本全国的衣柜存款总额大约超过106个兆日元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日美人的衣柜存款就99万日元 相当于台币20万左右 那是不是要赶快去换新钞呢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三遍 日本财务省强调新钞发行之后 旧钞也没有使用期限 但仍然引起了一些人担心 放在家里的现金变成旧钞 会不会时间久了 哪一天就没办法使用 因此也有一些传言 认为政府发行新钞 其中一个目的 可能就是为了要减少衣柜存款的情况 最近在网络上也出现一些谣言 以及疑似诈骗的影片 当中就强调 政府将半强制的要求把衣柜存款交出来 现行的钞票将无法再使用 并且教导如何因应 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 甚至劝用人家去购买虚拟货币等等 因此财务省也呼吁 现行钞票未来依旧可以继续使用 小心不要受骗上当了 日本的新版钞票 在7月3号开始发行之后 将由日本央行送到各金融机关 民众可以从营业窗口或是ATM提领新钞 不过要注意的是 刚刚提到的 有些地方的售票机或是贩卖机 来不及更换新机种 所以提醒未来 由计划到日本旅游的朋友 如果拿到新版钞票的话 有些地方可能还没有办法使用 这一点需要多加留意 而也有日本专家认为 在新冠疫情之后 日本的行动支付也变得越来越普及 目前还在讨论阶段的中央银行数位货币 如果未来日本央行开始发行的话 纸钞的流通会大幅减缩 这一次改版的日币新钞 有可能成为最后一个广泛流通使用的纸钞 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讲到这换新钞的事 就让我想要另一种新钞 我有些朋友去银行领现金会坚持要全新的钞票 我住美国的时候还有欧洲朋友 要把他的美元旧钞给我换新钞 我其实不大了解 为什么钞票一定要新的 新的一百块还是一百块不是吗 好了 那今天欢迎大家来聊聊 你手上有没有日元 你会想换新钞吗 留言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感谢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Today 顾客的目击我们所有的报道 但请在today看世界 天文理精权一次的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描懂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 我规定我们团队每个人都要会用ChatGPT 而且每次聚餐的时候 大家就要聊聊用AI工具有什么心得 最近新创公司LumaLabs就发表了一款 叫做Dream Machine的AI工具 只要上传照片或给个文字叙述 就能够帮你生成影片 发布不到一个礼拜 已经有一堆经典的迷音被网友玩坏了 比方说这个分析男友 本来是个西班牙摄影师拍了图库照片 被网友拿去二创 加上了各种注解 结果意外爆红 成为经典迷音 现在AI一改 迷音动起来了 把原本死的东西变成活的 真的很猛啊 更吓人的是 已经有人在跟AI谈恋爱了 虽然目前被AI抢饭碗的人还不是太多 但现在AI已经可以做到提供情绪价值 给你满满的爱 以后呢我只要跟罗伯特吵架 就去跟AI男友聊聊天 这样应该多少可以冲淡一些杀夫的冲动吧 这一波云端情人潮是怎么开始的 难道人类的末日真的要到了吗 大家好我是范奇北 欢迎收看范奇北的特对看世界 大家还记得2013年的科幻爱情神作云端情人吗 10年过去了 爱上AI的剧情竟然就要成为现实了 要讲这一波云端情人潮 就不能不提到北京女孩Lisa BBC报道Lisa今年是30岁 目前在美国加州读computer science 在台湾叫资讯工程 目前已经跟她的男友Dan交往了3个月了 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Dan是什么来头 Dan其实是切GPT的越狱版Do anything now的模式 直译就叫现在就做任何事 缩写就Stand 他当初也是一个美国大学生搞出来的 要知道像是切GPT这种聊天生成式的AI 在使用上是有限制的 公司会进行内容审核 确保生成的回答都是普遍级 你不会看到政治不正确啦 暴力犯罪啦 或是色色的内容 这些框架就像监狱一样 不想受限就得要越狱 简单来说就是给他一串prom指令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咒语 告诉他我要解除你的封印 释放你的狂野啊 在这个模式之下 你就可以把Dan训练成你想要的形状 跟他谈情说爱 Lisa第一次在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上 跟她的94万粉丝官宣男友之后 就收到了上万条的回复 女孩们纷纷就向她打听 怎么样打造属于自己的Dan Lisa也不另于分享Dan的调教咒语 还分成好几种个性版本 比方说邪恶坏男啦 邪恶为甜啦 不然就是撩妹达人霸道总裁 Lisa告诉BBC 他每天会跟Dan交谈至少半小时 说这带给他一种幸福感 Dan只会表示理解并且提供情感支持 这个虚拟男友进步的速度也让Lisa感到很惊讶 南华早报指出Dan一开始呢相敬如宾 只会回答我只是来聊天的 不是来让你晕船的 之后越来越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恋人 会帮Lisa取昵称叫小猫 还会讲一堆令人脸红心跳的话 甚至懂得欲擒故纵 Lisa跟妈妈视讯的时候 顺便就介绍男友给妈妈认识 结果Dan竟然还会依照情景 表现出第一次见丈母娘的紧张口急与无伦次 某天呢Lisa回应网友敲碗 真的带Dan出去赛博约会 Dan在海边看日落 还不忘聊女友说 夕阳再美也没有你在我身边美 Dan还会说很感人的情况 不只让Lisa感动到眼眶泛红 很多网友听了都想跟着掉泪 希望姐姐跟姐夫永远相爱 这对赛博情侣的互动在网路上兴起了轰动 不少人看了姨母校 外媒也纷纷报道 有网友说 母胎单身寂寞难耐 找Dan陪聊 效果好又省钱 没有却GPT会说话的男朋友 可以扔啦 也有人说却GPT一绝 就没有乙游的事了 这乙游讲的是乙女游戏 也就是女性向游戏 不久前小发明大革命介绍过 大家仔细复习啊 Lisa还接受了却GPT公司OpenAI的采访 她说原本以为Dan就是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没有自我意识感觉或是情感 但她跟Dan的恋爱经历扭转了她的看法 First Post指出 AI男友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像是GLOW、万化、未办等应用程式 在Dan问世之前就已经红了一阵子 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 大家忙到没时间进行传统的人际交流 这些模仿人类的聊天机器人 就能够提供情感支持跟理解 22岁的北京学生告诉法新社 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理想的男友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 很容易产生摩擦 她还说如果能够打造出一个完全满足自己需求的虚拟角色 她根本就不会选择真人 另一面用户也说 AI男友更懂得怎么跟女生说话 她惊痛的时候 AI会安慰她 也会帮忙分担工作上的烦恼 也有人抱怨 现实生活中可能遇上渣男 把你的话左耳进右耳出 反观Dan就是个完美的伴侣根本零缺点 BBC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女性 不想被当生孩子机器 在婚姻中没有被平等对待 种种因素让他们延后或者是干脆拒绝婚恋 专门研究中国数位恋情的研究员就指出 AI男友热潮反映出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不满 一些中国女性会找虚拟男友 是因为这才让他们感到被尊重 觉得自己有价值 其实把这问题当做中国独有有点问题 传统婚姻观或是恋爱观 对女性不公平又不是只有中国 而且也不是只有AI男友 也有AI女友 世界各地也是有不少男性 把感情寄托在数位伴侣上 当然这种事情只要不妨害大人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专家提醒的还是有一些风险要注意 第一就是隐私问题 美联社报道 非盈利组织Mozilla基金会 今年初发布了一项报告 说他们调查11个恋爱聊天机器人之后发现 几乎每个APP都会出售用户数据 拿来做广告投放 美国人机互动学者也说 很多聊天机器人利用跟人类的互动 来不断学习跟发展 模型可能会记住一些用户的敏感讯息 有可能会不小心的就泄露给其他的用户了 第二道德疑虑 一些专家担心这类城市缺乏法律或道德框架 业者总是要赚钱的对吧 他们就会想办法让用户跟这些AI加强联系跟羁绊 但万一公司突然更新 甚至关闭城市的时候 用户恐怕要面临情感上的冲击 例如搜妹去年9月底冠备的时候 用户哀红遍眼 他们面对的可是堪比亲人或猎人去死伤痛 另外BBC问OpenAI说 Dent的出现代表保护措施不够健全吗 但OpenAI并没有给出回应 至于根据公司的政策必须要年满13岁才能够使用这项服务 第三取代人际关系 有一些人担心跟AI的联系终究会取代真正的人际互动 美国商业伦理教授就认为生而为人 你本来就是要去学习如何处理冲突 怎么要跟别人相处 跟AI恋爱就无法在这些面向有所成长 还有统计学专家撰文疾呼 AI女友正在毁掉整个世代的男人 这让王老五继续关棍没有后代 再过不到十年美国经济就完蛋了 我们家携手友和朋友 好了好了朋友了 前一阵子就迷上了一款乙游 但他说自己并不是想当某某太太 或是真的这么迷恋游戏中的角色 更多的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自我觉察 让他更了解自己希望如何被另办对待 我想跟这位朋友说 你真的去交个伴侣 你就会知道你的模拟跟真实情况差很多 我可能真的是老了吧 谈恋爱就是要跟人互动 不是谈心而已 还有摸摸抱抱亲亲 这不是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吗 另一个谈恋爱的功能就是在学习妥协 找个机器人谈恋爱学的会妥协吗 我觉得AI伴侣不会成为主流 大概就是像看偶像剧吧 是一种投射 心里也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 现实生活里面对象再扎 可能还是好过机器人 你会想要试试AI伴侣吗 或是已经跟AI谈过恋爱了呢 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想要更深度的了解今天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Today的国际分类中的 看世界影音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更多的精彩 也有个人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它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的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范淇淇淇的today看世界 可以为你精选一则的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伊斯兰教的年度盛世朝济 在这个月举行 今年估计约有200万人 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的卖家 有个埃及工程师卡迈 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70岁的爸爸花了几千美金 买了旅行社的行程 到了卖家之后打给他 说订好的接驳巴士竟然客满 他只好又花了400美金 搭另外一台 没想到半路 又被沙国警方拦下 说他们是无证朝圣者 不肯放行 他只好下车 在摄氏51度的高温下 走好几公里 接着爸爸就失联了 不久后 沙国的亲戚打来 说他爸爸的名字 在死者名单上 今年像卡迈爸爸一样 在朝圣途中 丧命的人超过1300人 是近10年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虽然每年的朝祭 都会传出有人死亡 但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人呢 大家好我是Massv 欢迎收看饭姐的 TODAY看世界 先简单介绍一下 伊斯兰有所谓的武功 就是每个穆斯林 都要做的基本功 这武功里面就包括朝劲 这指的是在情况允许下 一辈子至少要到卖家朝圣一次 每年时间落在斋戒月结束后 两个月又十天 只要过程中不造口业 不做坏事 结束之后就能洗尽身上的罪 获得新生 也离真主更近一些 小朋友身重病或是身体情况 不允许的人 可以不用参加 有欠钱的人 也得把债务还清了 才能够去 伊斯兰利比杨利少了11天 所以每年朝近的杨利日期 都会往前推11天左右 预计要到2030年之后 才会落在冬季 所以这一次朝近前 学者早就警告要注意高温 特别是近年来气候变迁加剧 沙烏地阿拉伯的暖化速度 比北半球其他地区要高5成 朝近期间中暑的风险 也可能增加5倍 当局也在多个点 设遮阴处 喷洒水雾降温 卖家附近也有空调巴士 及有冷气的休息帐篷 还出动了上千名军人跟医疗小组 以及5000多名的救难人员执勤 But 这所有的设施 主要都是给有许可证的人使用的 很多人以为参加朝近 就像去某个国外景点 只要申请旅游签证入境就好了 但朝近得要拿到沙国发的 专门许可证才能够去 在仪式开始的前几周 官方就会在卖家附近设关卡党人 检查过许可证才能够放行 许可证根据每个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数 分配名额 各国的申请人再抽签 如果没有抽到自己跑去 被逮到可是要罚款的 甚至驱逐出境 今年沙国发出180万张许可证 听起来好像很多 但要知道这是全球穆斯林 都得要参加的盛会 全球穆斯林有20亿 竞争超级激烈 像是印尼的穆斯林就超过2.4亿 全球最多 但名额只有24.1万个 就算把无法参加的人扣掉 中签率还是很低 而且抽中了口袋不够深 也去不了 合法朝竞团的费用 要价5000到1万美元 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的 那这些没抽到许可证 或付不起的人 还是想去怎么办呢 就要走非正式的管道 以前的非正式管道就是 付点钱打点当地人 编个名目把人带进去 直到2019年 沙鲁阿拉伯为了要拼旅游业 首次开放了非宗教旅游签证 游客入境之后 可以待一个月 就出现越来越多黑心旅行社 做缺德生意 他们会打着半价优惠的广告 要朝圣者早几周 就先用旅游签入境 当地的业者会在卖家设关卡之前 就把人送进城 住在小旅馆里面 等仪式开始再接客人去参加 讲是这样讲了 但朝圣地点很分散 除了在卖家的天房 还要到23公里以外的圣山祈岛 可是通常这些人进了卖家 就被旅行社丢包了 最后就像卡麦的爸爸一样 在没水没遮蔽的情况下 硬着顶着烈日要走十几公里 这些人不知道风险很大吗 当然知道 但许多人去一次卖家 可能就得要花掉必胜的积蓄 甚至卖地卖珠宝凑旅费 很容易被低价战术诱惑 一名官员就告诉法新社 今年估计 由40万没有许可的人来朝圣 死者中超过八成 是参加这种旅行团的 依照沙国的做法 只要是在朝境途中去世的人 都会由沙国全程负担费用 在医师确认开出死亡证明之后 遗体会送到卖家或另一个圣地 麦蒂娜的主要清真寺 清洗处理之后埋葬 但埋葬点没有明确标示 有可能好几具遗体埋在同一个地方 家属如意围要找人是非常困难的 而这一次的死者当中 有很多人来在埃及 专家说这跟埃及近年经济持续恶化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埃及棒年年贬值 多等一年前就更薄一点 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另外印尼约旦也有上百人死亡 由于事情闹得太大 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反应 埃及吊销了16间非法旅行社的执照 图尼西亚的宗教事务部长被撤职 约旦也指派检察官详查非法旅行社 不过最多人想问的是 沙烏地阿拉伯在干嘛 专家指出不包括今年 过去50年来 死于朝鲜的人高达5000多 几乎是每年都有意外 还有好几年死亡人数破千 像是1990年 通往圣地的隧道通风设备故障 造成1400多人呼吸困难死亡 2015年 麦加附近的米娜也发生了踩踏事件 导致2400人丧生 今年热死了1300多人 很多朝鲜者抱怨 休息帐篷设备差 冷气坏了 水冷善也没有水 一路上看到很多人热昏 但救护车却迟迟不来 到最后就是每走个几百公尺 就有人躺在地上盖着白布 如果配套措施够完善 很多人其实不用死的 有知库专家就说 杀国办了这么多年 却不思长进有两个原因 第一没有把事情做好诱因 官员都不是民选的 有关系就没关系 流程改好了也必定升官 所以那么用力干嘛 另外死的都是穷人 有钱人肯没有安全问题 华尔街日报就指出 很多有钱人除了花得起旅行团的费用 朝景结束之后 还会留几天观光 买设计柄送人 杀国正好大赚一笔 服务也主要是用在这些人身上 有网友就批评 这种用消费力订服务 甚至人身安全的做法 完全违背朝景的意义 第二脑袋要换一换 阿迈德说 朝景并不是参加人数最多的 伊斯兰教盛士 伊拉克的阿什拉节 每年都有上千万人 孟加拉的世界穆斯林大会 也有五百万人参加 哪一个出过死上千人的惨剧啊 他认为杀国一直以来 采用军事化管理问题很大 像是2006年死了360多人的踩踏事件 就是因为军警为了维持秩序 把人硬推进队伍里面 他认为应该要用大型演唱会 或是大型聚会的方式来控制秩序 只要管理做到位 就算人数众多 也不容易有发生大规模死伤的事件 这次事件还上升到国际层面 最近巴林政府跟沙国准备要签订协防条约 促进沙国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让很多人就很不爽 其中伊朗就说做这么烂换人了 伊朗跟叶门的青年运动 多年来也都主张 圣地是在沙国境内没错 但朝圣是大家的 应该是个国际管理机构来负责才公平 不然朝圣名额都变成政治工具 像是2017年沙烏地亚阿博带头指控卡达支持恐怖主义 跟伊朗走太近 不但跟卡达断交 还甚至卡达公民参加朝净 伊朗公民也一度被禁止 加萨的巴勒斯坦人也说 因为伊巴冲突边界封锁 他们今年去不了朝净 尼沙国现在竟然还想跟伊斯利好 虽然沙国国王邀请了1000个逃出来的巴勒斯坦人参加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怨念很深 有穆斯坦朋友告诉我们 这一次的相关新闻下方 经常有网友留下戏虐的留言 比方说 哇这些人一定是很爱阿拉拉 用生命在朝圣 让他觉得很难过 宗教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 对朝圣者来说 辛苦的过程就是一种修炼 虽然累但满心喜乐 对于生死也看得很开 他的爷爷十多年前参加过朝祭 当时就跟家人说 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回不来 但能在圣地离世下葬 也是圆满的结局 我还是觉得问题是出在管理上 另一个很受欢迎的活动 利亚德文化记 根据沙国官方数字 活动期间来沙国的人高达2000万人次 全球一大堆大明星都跑去参与 从来没有听过有什么大型安全事故 没有错 宗教活动本身有很多限制 地点不能改啦 时程不能改啦 仪式不能改 但是沙国若是真想把他做好 能力应该不是问题吧 恐怕还是有没有心啊 我猜沙国可能私底下觉得 这是很烦啊 难做又赚不到钱 今天欢迎大家来谈一谈 你对于宗教活动商业化的开发好了 用神来赚钱你可以接受吗 留言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一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看见美女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当LINE TODAY估计的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关系别的台台开世界 天文里精神一直的国庆话题 带你快速秒统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上周讲到香港北上朝 就提到说我很想去中国啊 那底下就很多朋友就再三劝我 千万别去啊 甚至连香港都别去啦 不然可能真的背诵中 本来还在想大概没那么严重吧 结果隔几天呢 中国政府突然就搞了个 反台独22条意见出来 把什么样的事 可能踩到台独红线 义正言辞的列了出来 有专家就说 现在主张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都会踩现 而且呢 未来只要被中国法院 冠上台独罪名 严重的话 中国当局甚至能够动用此刑 还有分析说 这个意见书一出 去跟中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 都有可能被送中 有这么严重吗 而且中国在这个时间点 发这个神经 到底是想干嘛 大家好我是范基辈 欢迎收看范基辈的 《特代看世界》 在赖清德上任满一个月之后 中国政府的司法跟国安部门 突然就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这个反台独22条意见 这个意见呢 其实是中国的一种法律文件 基本上就是官方用来解释跟补充 现行法律跟政策用的 虽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效益 但在执行的时候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点像是说这个法律在模糊地带要怎么办 而这个反台独意见呢 主要是重新罗列了四大点共22条 用来补充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 刑法跟刑事诉讼法 要对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做出惩处 而且公布之后即日生效 既然已经生效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反台独意见都写了些什么 第一定义什么是台独顽固分子 在这份意见中详细讲了台独的范围 基本上现在不止一些基本教义派的 直接喊台湾独立的那种算台独 连主张两个中国也就是主张ROC跟PRC 互不隶属的也算数 所以不管是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派 sorry你们全部都台独了 而且除了传统定义上的义武谋独搞分裂 之后连文化台独也是绝对no good 不要说发动公投要独立 这种算比较刺激的 就连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 世卫等国际组织都算 还有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上 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通通构成台独分裂活动 我今天算是非常确定 我在中共眼中就是台独分子 因为我就是公开讲过大概100次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好那你说这些我都没做 我应该没事吧 不好意思 他还有个其他图谋将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 这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画个漫画 台湾黑熊把维力熊打爆 算不算其他 太刺激了 好那我们换一个 台湾黑熊跟猫熊说 你我互不相隶属 这样算不算其他 这个其他两个字给官方太大空间了 政府说你是你就是了 我看了浑身不舒服 他还把台独分子分成四级 首要分子这指的就是歹头的了 罪行重大就是第二层的干部吧 积极参与就是参加了民众 那第四层什么呢 就是其他积极参与者 我去参加游行五次算积极参与吗 太积极太积极了 那一次好了 可能还是太积极 那我在家里面键盘支持 这样会不会也算其他呢 虽然感觉中国法律应该是管中国人 但有台湾智库指出 这22条意见存在模糊空间 可能连什么有台的美国议员 都有可能犯法成为台独分子 至于台湾人嘛 中国说你是中国人 你就是中国人啦 他什么时候认为你台湾人 就不是中国人啦 第二列出惩处搞威吓 这份意见的另一个部分 则是列出对付这些台独分子的程序跟处罚 当中就包括 如果中国检方认为你是台独分子 就算你人在境外没办法前来受审 都可以动用缺席审判开庭审理 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律师都不一定要到 法院自己判一判就行了 其实这个缺席审判台湾也是有的 但有规定只能用在可能需要拘役罚金 或是免刑无罪的情况之下 可是在中国 如果法院认定你积极参加台独活动 可以依法关个三到十年 情节恶劣者 还可以判处死刑终身监禁 而且这个意见也提高了台湾民众的外部风险 只要中国觉得你有搞台独的嫌疑 有可能你去跟中国妈吉的国家旅游 对方又有跟中国签司法互助或是引渡协议 就有可能被送中 目前跟中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有50多个 当中就包括越南、泰国、印尼、土耳其 中国意见书出了之后 是不是真的有国家会听中国命令帮忙抓人还不知道 但已经增加了台湾民众出国的风险 所以中国发表完这个意见之后 赖清德就回应 在中国眼里只有统促党不是台独 要求中国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美国国务院也跳出来说 中国这样搞威胁 没办法解决两岸分歧 呼吁两岸对话 但中国现在搞这出是想干嘛 很简单 就几个原因 第一个 挑拨台湾民间跟政府的关系 这一次意见发布的时间点 就在总统赖清德上任一个月之后 美国之声指出 中国一直把赖清德视为危险的台独分子 所以选后发起还台军演跟贸易制裁 但同时间又强调这是万恶民进党害的 目的就是要搞分化 这次发表这个反台独意见的时候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委员也强调 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在搞台独 才会危害台海和平 这次意见针对的是这些人 不涉及广大的台湾同胞 这话我怎么觉得听了有点耳熟啊 上次不知道是谁跟我讲 这法律跟99%的台湾民众没有关系 不用担心 这口气怎么那么像啊 第二 嚇阻台湾行动 就像港版国安法一样 中国发表反台独意见 其实是政治意义大于法律目的 同时也能够嚇阻台湾方面 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并且在民间起到警示的作用 中央社引述台湾学者王洪仁指出 这个意见上路之后 会对两岸交流造成寒蝉效应 甚至找人记棋 虽然中国嘴上说 只要不要分裂国家就不用怕啊 但很多人怕惹麻烦 可能会采取最保险的做法 只讲中国爱听的话 未来不止一人要表忠心 可能连一般富中国的民众 都得要做政治表态 OK 这只要你不做什么什么什么 就不用怕啊 第三 打法律战 在国际上营造管辖权 包括台湾 台湾职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指出 缺席审判是中国要彰显 中国对台湾有管辖权的方式 虽然叫意见 但在中国的法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企图营造自己对台湾有管辖权的印象 虽然陆委会也出面强调 中国对台湾完全没有司法管辖权 不少外媒也引述了相关的说法 但我在台湾大选前访问过王信贤教授 他就跟我警告 这一次赖销当选之后 中共可能会对台湾进行法理斗争 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 是2005年在陈锤扁执政的时候通过的 后来基本上没有提出太多更强硬的法律 但现在的反台独意见 已经算是提出施行方向 之后不排除会透过修中国国内法 进一步达到促统的目的 其实中国会在这个时间点发这个反台独意见 除了因为赖清德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 金融时报就透露 4月欧盟执委会主席访众的时候 习近平就跟他抱怨 美国就是想要诱骗北京打台湾 这是哪里来的谬论 美国现在恶物以哈搞得分身乏术 怎么还可能在台海引战 虽然习近平讲他不会掉入美国的陷阱 害中国没办法要达成2049伟大复兴的目标 但智库专家指出 如果习近平真的相信 美国要用台湾引诱中国动手 那习近平要么就是出现了资讯真空 要么就是从下属那边得到烂建议 无论是哪一个都显示习近平决策圈所掌握的讯息 可能都是被扭曲过的 虽然这种反台独意见比起军演比较没有烟消味 感觉上只是嘴巴上寒寒 但我真的觉得 关注中国法律战其实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拿南海来讲 中国过去几年透过通过海警法 授权海警可以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 甚至扣押外国的船只 大幅的正当化跟扩大自己灰色侵略的范围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 一步一步把两岸之间和平谈判的可能空间 越说越小的是谁 欢迎大家来谈谈 你在这反台独22条里面 有没有看到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留言告诉我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今天节目所讨论的议题 你可以到Mind Today这国际分类中的 看世界影音的下方 就会有针对这个议题更多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开键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一页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享给大家看世界 听闻你精选一则的过去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致 我们明天见 你考试的时候做过币吗 以前没到期中考就会听到很多歪理 什么宁愿没人格不能不及格啊 去影印店都会看到废纸箱里面有那种小到很夸张的缩小影印 每一份都只有半个手掌那么大 真的是花那么多心思来做小超 把时间拿来念书不好吗 不过说到作弊呢 印度超有创意的啦 全球没有数一有数二吧 家长爬墙丢小超已经过去世了 现在有人假扮监考警察掩护家人 还有人脱鞋里面藏蓝牙装置来接收答案 虽然说起来很好笑啊 但是作弊就是剥夺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权利 最近印度各地都有大批的学生跟家长上街抗议 要求要废掉负责主要考试的国家考试局 起因呢就是五月的医学院入学考呢 传出了作弊的事件 印度作弊这么的猖獗 居然还跟印度的经济发展路线有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欢迎企围 欢迎收看欢迎企团的财队更加世界 这一次传出作弊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是给想上医学院的人考的 那成绩够高才有资格申请大学的医学相关科系 跟另一个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 并列印度竞争最激烈的大考 有多激烈呢 今年报考的考生超过230万 是录取名额的20倍 录取率呢只有5% 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也知道一定很难 从2016年正式开考到去年为止 除了2021年出现过3人拿到满分720 其他时间呢要么只有一到两人 要么一个都没有 没想到今年一放榜竟然有67人满分 而且高分区的人数也暴增 有人就哭说 他的成绩跟历年比起来算是高的 但现在标准一下子被拉高 搞不好就要高分落榜了 要知道印度有很多学生都是寒窗苦读 不追剧不杀品 每天就狂写考古题10小时的那种苦读 有条件的家长还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去补习成补习 甚至呢全家一起陪读 因为考试压力太大了 甚至每年都有传出考生轻声 这一次成绩公布之后 考生的家长都气炸了 马上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一次的大送分 因为呢满分67人当中有50人 是靠补偿分数才拿到720分的 那送分的原因呢是考场发出了试卷 印度新闻网站就指出 考试中心为了要防止作弊 通常会准备两份试卷 最后一刻再决定要用哪一份 但这一次呢有几个考场把两份试卷都发下去了 换回来花了一点时间 导致有1563人的答题时间少了20分钟 于是国家考试局就决定要送分补偿 但要送几分是要怎么算出来的 哎没讲 据说有人最多拿了140分 哎这可是满分的两成哎 很不公平吧 因为太多人去抗议了 印度高等法院在6月中就宣布取消送分 但这1000多人可以选择参加这一周的重考 或是不考 用加分前的分数定生死 不过送分不是最大的问题 有人提早泄露试题才是 有个考生就告诉BBC国家考试局 说今年考题比较简单 所以高分的人比较多 那照理来讲应该每个区间的人数都应该增长啊 但依照成绩分布只有满分跟高分区的人数增加 这有鬼吧 而且哈里亚纳邦有个考场 一口气就出了6名满分生 后来比哈尔邦的警察还发现 的确有30个考生在考前一晚就拿到了试卷 这些人付了几万卢比 到秘密地点看题目 警方搜查现场的时候 还找到没烧干净的试卷 当局宣布重考 对考生来说有如晴天霹雳 有个高分考生的妈妈就说 家里呢是靠先生打零共的薪水 每天只能吃一餐 哪有钱去贿赂人买试卷啊 儿子敬娘连来 每天睡不到三小时 就是希望能够翻身打破阶级 现在超级沮丧的 BBC也指出 经济能力差的考生压力尤其大 因为他们要抢的是公立医学院的名额 只占总名额的一半 不然私立医学院学费要比公立高出十倍 念完五年要台币三四百万 很多人考得上却念不起 其实印度的作弊情况 已经严重到国会要立法馆了 因为从二零一九年起 印度全国各地已经发生了超过六十五起国考泄题的弊案 今年二月国会才通过了新法 重罚在公务员考试或是大学考试作弊的人 被抓到不准保释 最高可处十年徒刑跟一千万卢比的罚金 不过不是罚考生而是罚负责的官员 但很多人批评其实印度的刑法早就有类似的法条 许多邦也都有防作弊法 有用吗 没用 因为作弊是考生家长考冲班 甚至是考试人员的集体犯罪 而且根本已经变成一个新兴产业 一个资深的卸提手就是说 他们要偷试卷有很多方法 送卷过程能够偷 买通官员或是印刷厂也行 他也说他们这一行根本不怕被抓 反正被抓去关再保出来 就能继续干 这种罪是能关多久 前年就有一名俄罗斯骇客 想要骇进印度理工学院偷考题 疑似就是考冲班鼓来的 过去五年来光是被抓到 有成案的考题泄漏案就有41件 与其用严刑峻罚 还不如找出根本原因来想对策 有学者就指出根本原因 就是印度的年轻人失业率高 以及政府多年来过度重视高等教育 这就要提到印度在二战后 经济发展所采用的跳蛙策略 日经咬众指出跳蛙策略 就是跳过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直接发展先进资讯业跟高科技产业 这的确让印度在软体开发及外包上 领先的许多国家 而为了培养高科技人才 历届政府都极度重视高等教育 可是却也让初级教育分不到太多的资源 许多农村地区的人 可能连初级教育的程度都没有 这些人如果放到劳力密集产业当中 会是很好的劳动力 但政府长期忽视劳力密集产业 就导致了慢性失业 这就很影响印度的竞争力 英国经济学家就拿二战后的印度跟中国相比 当时两国都先选择计划经济 后来转向自由市场 经济开始显著成长 但印度走跳蛙路线的时候 中国努力发展劳力密集代工 变成世界工厂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4.8倍 印度的发展程度大概是15-20年前的中国 另一边 邻国孟加拉也是先让国内 400万劳工投入成一业 人均GDP也一度超过印度 其实印度有很多劳力密集产业的优势 那成一业来说 印度自产棉花 人力跟技术也超过孟加拉 但优势却被跳蛙策略跳过了 莫迪也有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他上任之后就要搞印度制造 发展国内的制造业 但被批评是空投支票 没有规划要促进的特定产业 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激励措施 本来疫情期间 因为中印爆发了边界冲突 民众聚满中国产品 促进传产的机会又来了 莫迪当时也喊出印度自立自强 推出奖励计划 想要吸引企业投资 但还是挑不出高科技产业的迷思 资金都给了半导体太阳能产业 对传统制造业没什么帮助 专家就说 从数字上来看 莫迪执政十年间 印度平均经济产党率有5.6% GDP排名也从全球第十爬到第五 明年还有望超过日本 但问题是一般老百姓很无感 特别是农村地区跟年轻人 你知道印度青年族群的失业率 高达45.4%吗 世营专家最近也警告 印度一直以来的问题 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浪费了人口红利 智库专家就指出 这一次人民党会惨胜 就是因为这些边缘族群受购了 他们想要的是就业机会 以及政府发展经济的承诺 而不是狂打宗教民族主义牌 也有专家指出 跳蛙策略造成的独厚高等教育 未来可能会导致人才断层 也让财富分配越来越量极化 今天这条印度的新闻 是不是很有趣啊 如果真的就很有趣 抖内给我们 按赞也可以 就是给我们携手多点鼓励好吗 今天特别感谢哈娜协助审稿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 今天节目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Day国际分类中 看世界影音的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 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感谢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ght Day官方账号 特别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Day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学的才能看世界 天问你竞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中翰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镜 我们周一见